拿起室内电话拨打号码 这里是大午香南兴村水源山地区 大约有15户的居民 多年来没有通讯设施 若遇到紧急事故或是天灾等问题 往往必须亲自跑一趟来取得联系 争取多年终于在3月16号架设完成 让这一区族人的通讯交流 更加完善带来生活的便利 没有网路的时候没有电话的时候 曾经发生我们部落被蜜蜂定人 然后都没有办法很迫切很急切的来急救 所以发生很多的事故 现在有了电话以后 有了网路以后我们更加的方便 不管是在急救的方面跟事物的方面 以及农业上的方面 在我们相当相当的方便 水源山由于地处山区 距离南兴村本部落约3公里的距离 原本没有通讯线路的基础设施 而重新部线需要80万的费用 居民难以负担 透过南兴部落会议及村办 向立委陈毅陈勤 并要求交通部与中华电信 以缩短城乡差距的目标规划 协助族人免费部线 协助南兴村完成网路电话线的架设 解决部落族人在山上通讯 还有居住网路的那个品质这样子 因应这一次的水源山的布线的工程 也一并的完成部落光线网路的更新 数位网路通讯 逐渐成为许多民众生活灭不可分的一部分 村长表示近年来南兴村水源山的居住人口 逐渐增加 旋路开通有助于随时掌握资讯 提升安全防护 也缩短部落跟都会的数位落差 原事新闻物局也带到大午 采访报导